轉戰白煙從土丘上飄出 一陣一陣強風吹著視線看過去 霧茫茫一片 恆春氣牛嶺有大片的公墓 居民PO文說 掃墓時節到又有活景 會不會聽的 怎麼說 都會這樣 這樣會不會放進來 這裡差不多200公尺了 這麼近 這麼近 提到活景附近的居民心有餘悸 他們種植辣椒 洋蔥等農作物 但是每到了掃墓的時節 總會發生活景意外 居民就募集 2月底在恆春山腳裡 第二公墓又有活景 PO文提醒說 大家可以寄選教訓嗎 不要放火燒山 既危險也讓消防員疲於奔命 你的祖先應該也不會喜歡吧 這裡 這裡就對了 恆春公墓旁的黃土丘 是一名消信消防隊員 遭到水箱車重壓的地點 當時附近有雜草活景 消防隊員準備把水箱車移動 趕往另外的活點 過程裡面水箱車滑動 壓過了消防隊員 38歲的他傷重不治 在燒雜草我們不可能就是 會背負我們的SCBA 因為真的太重了 而且我們的雜草 它都是很長 我們不知道它到底會延伸 延伸到多長 所以我們會有多了這個 所謂的防煙的面罩 意外發生之後 消防單位檢討掃墓活景 從面罩打火配備改進之外 公所也配合照人到公墓區 先除草 掃墓來進行雜草的砍除 然後不要用焚燒的方式 然後來把這個雜草解決掉 消防的時間又到 探望祖先的同時 相關單位也一再宣導 掃墓不要燒草 小心火燭 行刑之火足以燎原 也會讓消防隊員疲於奔命